演唱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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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边的是香港中国国术农施总会的主席 江沛 Progress 江少 你好 江少 郭瑞总会由68年开始成立到现在 已经好几十年了 在这个发展里面来说 在现在的阶段 究竟会员人数 团体 或者有什么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每一个总会会员会增长的 当然你初初成立的时候 会员虽然说是很多代表出来 但是每年递增 到现在目前为止 我们只是团体会员 都接近200个 团体会员 加上的个人会员 已经超出了2000多人 增长率也是非常理想的 因为他们很多都 入到我们的国术总会 他们都是一个师傅 在那么多师傅里面来说 有什么可以提供给那么多国家 国派师傅 可以给他们传扬他们自己的传统流派的理由 其实说到发展呢 就是我们国术总会是负责一件事 最重要就是推动这个国术和农丝运动 我们当年就在69年的时候 我们推行了擂台赛 也都得到政府去支持的 一路举办得非常之成功 各门各派都是派队员出来参加 也都是在世界各地拿到非常好的成绩 直到去到1982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智力推广了一个拳套的比赛 就是不只是国术 不只是去打 但是很多都是一个健康运动的 例如离开拳套 你拳套打得好 你的基础打得好 你各样发展都会好的 于是乎那些前辈就说 我们不如搞个套路的比赛 那在1982年的时候 就第一届了 国术群英会开始了 那很多门派就派人出来去比赛 然后就拿很好的成绩 但是你知道有比赛 我们才有进步 所以一路搞下去的时候 很多门派出来的时候 都是配合了我们的比赛规则 而他加紧去训练他的学员 令到那些学员能够在观摩之中 亦都可以令到自己提升了自己的技术层面 江主席 刚才你说了国家国派 其实在我们收睇的观众里面来说 都很想听一下一个传统的国术总会的主席 对于他下面的属会来说 例如国家国派的特色 又可不可以粗略介绍可以了 例如唐浪拳的特色 红拳的特色 是吧 泳春的特色 让大家观众都可以知道多些 其实就是我们国术是很多分很多门派的 其实一样东西就是说 一个门派的流传 是一个他本身去推广这个活动 或者这一样的运动 很多都是以他命名为一个门派 也都为了是 例如动物的形态 那变成了很多的流派出来 其实传统国术都离不开两个手两个脚 其实都是一样东西就是说 如何发挥自己人的潜能 只不过在线位上不同 什么线位上不同呢 例如赛里佛 他的线位是长的 长桥大马的 变成了一个专长的长手 那例如泳春 他的线路是短手 是短线路发挥的 那就变成了短手 那不同的发展 所以就形成了很多的门派走出来了 那似乎就南拳北腿 那螳螂拳 他的风格又是另一套的 那我刚才也说了 他譬如螳螂拳的风格 他都是真的两个手两脚发展出来 他是发展的能量 他的螳螂拳也有他的特色 那你北螳螂是以那个形态为主 你南螳螂是以内涵 拿去的内涵为主 所以发挥出来是不同的 那你譬如假设北螳螂 有很多跳跃的动作 那南螳螂他玩个意境 所以玩个驚弹境 所以大家的善动不同 但是其实中心的理念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每一个人的发挥 所有的一代宗司 他发挥的专长 而流传到来 就形成了门派 所以就是这样一分别 那其实在整个国术层面 是其实没有分别 你只是怎样将人的能量潜力 发挥出来 这是最终的目的 那其实传统角术来说 它最重要的价值在哪里呢 那些人经常说 专丝重道 那只能说 那在过程里面又怎样可以 能够令弟子真的可以专丝重道 这是在讲学术同志 那其实我们的每一个国术 比如我们的国术是一个统称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文化来的 那其实一个国术很跟随一个国家的 譬如我们现在 为什么我们的中国的国术 是有别于很多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的国家文化 是有五千多年 那也都是把文化 是带了进去那个国术里面 所以演变到现在呢 我们这个国术 已经是一个国术文化 所以这个文化里面 是包含了不只是忌激 忌激之中 我们要养生 养生之中 也可以是医疗 加上一个精神上的修为 也都可以讲到你刚才讲的武德了 那其实流到下来呢 我们的中国文化是非常知道 是在礼仪之邦 所以我们的国术的传统 任何门派流传下来 都是要先让人的 所谓有时候很多的流派就是 学人学义学功夫 那你学会人意才有功夫 很多门派也都说 有些心术不正的我们不会教 那形成到呢 这件事首先 你学国术 是要尊重人 所以叫做 我们天地君臣 分得很清楚的 譬如很简单 你学一个国国术 有些一学一个他之后 回到家 可能尊重他妈妈妈 回去会叫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是每一个师傅 流传下来的祖师 告诉我们第一件事 学会尊重人 这个就是一个全成的文化 这个就是武德的精神 学完之后 我们是不会用武去欺负人的 武指干窩 我们不是欺负人 我们平息干窩 这个是一个文化的流传 第二 其实很多人现在说 国术一定要去打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件事 就有点伤抗 是 打一定会得 但是问题 你肯不肯去苦练呢 你肯不肯去研究呢 这个就是一个层面 譬如我 假设一个人去学国术 我不是为打的 我是为了中国国术的文化 我拿去他的思想 在思想上修为 行不行呢 可以的 我是尊重我怎么去研究 我也有个精华我自己的品格 健康我的身体 我可以玩国术 全部玩健康都可以的 是不是 你有了自我治疗 为什么呢 我们国术很注重了拳架 当你拳架摆得对 经过呼吸 你就可以达到健身 强身健体的作用 而且你也可以知道自己 譬如我出现毛病 你很容易察觉到的 如果你真的去练我们的国术 你们就会知道 然后我可以自己 医回好自己 能够自己 可以治疗自己 也可以帮到人 譬如你说出现一些问题 跟你说 可能你看 可能他的骨架坏了 你教他做一些动作 可以医回好他 因为骨架坏了 是影响了很多 我们内脏的毛病走出来的 这个是属于一个 在医学方面 医学方面 是离不开我们国术的文化的 所以国术文化 是一个很大的中心 比如说打的 技技方面 那你当然要下苦工 因为我们国术 传统国术有工房兼备的 但是问题是 你是否真的抽出来去研究 我们国术的工房兼备的文化呢 你怎样可以走这个能量出来呢 不是打到拳就可以的 你要抽出来自己去研究 怎样你将能量力量打出来 然后才可以做自慰防身的 对不对 你不刻苦内劳 你何来会自慰强身呢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的 你刻苦多少 是你自己去做 至于现在很现时的人说 嘩 怎样上擂台 怎样会输啊 国术 那其实你要分清一件事 我们国术 我们的打法 攻防意识 通常是保护自己 是自慰为主的 而一个擂台上的打斗 是属于一个运动层面 你是不是要经过长期的训练 他的游戏模式 然后才可以上台的嘛 你不是打到拳 我就要上台和别人打的嘛 因为你都没有这样的知识 或者你都没有这样的 对于这个游戏规则 规例 我们叫你的规例 你上台 什么模式 你要知道规例 然后针对性去训练 是一个赫苦训练之后 是一个赫苦训练之后 变成一个选手 那你才可以和别人去对抗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 比如我 比如假如一个人 我不喜欢上去他这样做的 我只是喜欢研究他 发的能量出来的 他不能够代表他不能自慰防身的 电光火射撒那间 对不对 所以国术是一个很大的文化 你喜欢进入这个国术世界 你自己选择你走什么路 是你自己去做的 但是离不开一件事是尊师重道 因为国术永远是尊重人的 不尊重人 那你说什么国术 还有一件事是说包容 什么叫包容 就是说我任何门派 都可以包容全世界的武术 也都包容全中国任何门派 因为你包容 你才可以看到自己 你不包容 是单元化的 你的进步 我自己的感觉 你的进步有限 好 那我们在刚才聊天之中来说 传统国术它的价值是有在的 是很深厚的 是博大精深的 那不如就由你亲身和大家 去说多次好吗 那国术 刚才我都说了 其实我们国术是跟回我们的文化的 那学国术和农丝运动 是可以令到他人的心性 是很正面的 和是没有负面的 因为我们会给到一个观念 就是说是一个团队精神 在各术方面是一个自我修为的行动来的 因为可以将你的思想去升华 和将你的身体强身健体 亦都可以养成你一个武德的精神 是可以尊师重道 亦都是可以包容 和你可以自我去发挥你的能量 那怎么加入香港中国国术农丝总会呢 那其实香港中国国术农丝总会 亦都是很欢迎大家去加入的 那我们只需要两个我们的会员介绍 那经过我们审核之后呢 通过执委会 那就可以加入来的了 就是说除了个人会员之外呢 就有团体会员 有团体会员 没错 是是是是 那做了个人会员呢 又可以参加总会里面所举办的活动 一些裁判班啊 教练班啊 是是 就可以上这些了 是是是 那现在团体会员呢 又的代表呢 又可以有机会呢 就回到总会部帮忙 做执委啊 帮忙推动的会务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 非常开明的一个组织 是没错 那在这里呢 就多谢大家收看 好 多谢 位置 好 我们 在们 这可以 感谢观看